怎麼會從來不認錯的一個民眾黨 是不是因為柯文哲的態度 整個民眾黨就承諾了呢 怎麼來看呢 范老師 我覺得 為什麼我今天會講說 那因為這個活動 我本來以為 被批評業女的是柯文哲 一個人 經過這個活動之後 經過這兩天的各種反應 我發現這是民眾黨 整個政黨的問題 而且問題不清 病入高荒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連串的災難 那先來講 這個活動 如果發生在廟會 發生在一些個別政治人物的場合 就算了 因為就是說 可能大家對 就是說 觀眾喜歡什麼 有不同的理解 那雖然我個人也不一定支持 但是最重要是 這個活動 是大家高度關注的 柯文哲 為了擺脫業女 仇女的 就是說批評 特別辦這個活動 姐妹站出來 要用實際的行動 破除部分惡意媒體的造謠 也就是說柯文哲民眾黨 臺北市黨部 為了說過去大家講他歧視女性 燕女是造謠 所以辦這個活動 這麼精心設計的活動 結果我們發現問題更嚴重 我覺得問題嚴重的部分 還不在於說請這個女性空服員性感熱 雖然後來大家發現是一場謊言 是個專業的舞團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是在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出來抗議之後 他們立刻道歉 我覺得這個黨可能還有救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他繼續在 就是說貶低 這一群這麼認真的在改革自己的專業形象 那希望服裝要做改變 因為桃園 因為韓國的人權委員會 剛宣布 像韓國的航空公司 不應該只讓空服員女性 只能穿女性的服裝 而且強調曲線的 因為現在性別平等 最重要是那些服裝 讓他們常常被性騷擾 那甚至那個服裝穿起來 工作不方便 所以我們臺灣的那個桃園公服員工會 正在跟國家人權委員會才遞成請願 希望改變這個部分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特別生氣 因為你進一步把空服員就是性感化 讓他變成想像的對象 事實上是對他們的專業努力 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常常可能會被性騷擾 那在抗議之後 就是說既然我們的民眾黨發言人 還說這是女性身體自主性的展現 這明明不是嘛 你不尊重別人的專業的 就是說形象 職業形象 而且空服員工會說 這是集體性騷擾 因為事實上我們職場的 你只要性別歧視 就是說這種刻板印象化 就是性騷擾的一部分 他們這樣講是有根據的 那第三個災難是說 人家抗議之後 那你們不改變 還讓科粉到處出征 婦女團體也說重話了 他們說婦女團體也說 這是最高等級的業女 業女最高級 因為業女有一個程度的差別 性別歧視有程度的差別 柯文哲這個部分 已經到最高級 而且要求就是民眾黨跟柯文哲 如果不道歉的話 要求大家在選舉的時候 集體把他下架 這是很重的重話 事實上我們過去各政黨辦的活動 只要哪一個人 常常都會被批判 婦女團體基本上是不分政黨批判 那會下這麼重的話就表示這件事情很嚴重 那我覺得還不只是這樣 你仔細看那個汪浩 他就有看到那個活動是為女性辦的 可是第一排我們做政治工作都知道 第一排就是最重要的人 你去看他那個照片放出來 第一排幾乎都是男的十幾個人 就只有我看到柯媽 柯姐還有賴香菱三位女性在這 而其他的女性是蹲在前面或是排在後面 你這是姐姐姐姐妹妹站出來 為女性辦的活動 你這不就是我們講的業女的定義 把女性他者化 好像他們事實上是其他人 然後把他誤化 而且更重要是空服員在抗議 你把他的職業集體的就是當成性的想像的對象 那是他們現在非常想要改變改革的 那我覺得他提醒你就算了 你就應該立刻認錯道歉 那到這樣子讓大家覺得 你這不是柯文哲一個人的問題嗎 你這整個政黨並入高荒 不尊重性別平等 不尊重女性 特別是專業的一個自主性